我也说句实在话 他出来的时候 我由衷地替你们俩感到高兴 同样是一个对于孩子的选择 亲生母亲选择了不闻不问 你选择了勇敢面对 对于愚蠢的人来说 可以把幸福变成不幸福 对于智者来说 可以把不幸变成幸运 谢谢老师 台上这对情侣得到了土老师的祝福 同时女生的选择也让土老师深感敬佩 那么这么暖心的结局是由何而来呢 想要知道更多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男生小苗26岁 女生小青22岁 两人恋爱时间还不到一年 虽说时间不长 但所发生的事情却是一波三折 这其中有欺骗 有自私 同时也有爱情 那么两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刚上台 小青就情绪激动 怒斥男友是个大骗子 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一直在骗我 一直在骗我 我并不是想骗你 他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他竟然没有告诉过我 他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26岁的小苗竟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而这个事情小苗并没有告诉女友 怕的就是女友知道这件事后 离开自己 但只终究包不住火 最后还是让女友给发现了 这一发现直接让女友崩溃 怒骂小苗是个大骗子 每当回想起男友之前做的那些奇怪的举动 才后知后觉 原来这一切都是个骗局 小苗为了和女儿见面 每个星期都会回老家一次 但每周的休息时间 同样也是两位恋人的相处机会 而小苗却不顾女友的感受 用谎言来欺骗女友 实际却是回老家偷偷见女儿 时间一久 女友也感觉出了有些不对 但那时的小青并没有想到 是因为这个事儿撒谎 直到知道真相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男友 竟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每当回想起往事 小青就满腹愿意 向主持人讲述曾经的过往 有一次 他就从老家给我带回来个小姑娘 他还骗我说是他堂姐家女儿 然后说他堂姐去外地了 然后小孩没人看 然后就让他给看着那个小孩 然后带上来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那小孩的 明明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 他还骗我说是他堂姐家女儿 你就是一开始就在骗我 小苗为了隐瞒自己 有个六岁的女儿 竟谎称是堂姐家的孩子 故意以照顾为友 让女友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不知道真相的小青 对这个小姑娘非常喜欢 还带她去商场买衣服 去公园玩 这一天下来两人相处得非常好 彼此对对方都有了好感 殊不知 这次的见面 其实就是小苗故意安排的 也可以说成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后来我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 我女儿现在不是不叫我爸爸 叫我拜拜呢吗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先带你女儿上太原 先跟你女朋友联络一下感情 行 做一段时间 嗯 在那啥 原来这一切都是朋友帮忙出的主意 为了不让女友有所怀疑 竟让亲生女儿叫自己伯伯 那么小苗这么做到底是为了啥呢 其实不难想象 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女友能慢慢接受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待时机成熟后再告诉女友真相 刚开始 这个骗局发展得很顺利 女友对这个小姑娘也是非常喜欢 但就在快要时机成熟的时候 小姑娘的一个举动 让女友小青产生了怀疑 然后有一次我带她女儿一起出去玩 路过一家照相馆的时候 她女儿突然看见里面的全家福就哭了起来 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哭呀 然后她就跟我说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嘲笑她是没有妈妈的孩子 我当时挺纳闷的 她不是堂姐家女儿怎么会没有妈妈呢 不得不说 这位小姑娘实在是太可怜了 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 面对照相馆里的全家福 再看看眼前的这位阿姨 小姑娘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但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引发了小青的怀疑 于是就打电话向男友了解情况 开始小苗还支支吾吾地不想承认 不过在女友的逼问下 最终说出了事情 此时的小苗对此事也是深感愧疚 之所以这么做或许真的是为了爱情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但是我不是想骗那么长时间了 我也找不到女友 你就是要骗我的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你就要相信我的全部 你爱我你爱我 你爱能当饭吃吗 爱能给我想要的生活吗 这个真相是小苗不想说的 同时也是女友不愿意看到的 但事情终究不能一直隐瞒下去 真相早晚都会公布于事 从这点来看 小苗隐瞒这件事确实不对 本应该相识之处就坦白 结果却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现如今女友闹分手 怒斥她是个大骗子 自己也是满怀愧疚 而最无辜的就是那位六岁的孩子 面对亲生父亲不能叫爸爸 却以伯伯相称 不得不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小苗的欺骗所引发 同时也能看出 这个孩子对小苗来说 就是他爱情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 事情说到这有个问题 一直让我们不理解 一个26岁的小伙子 怎么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呢 这个女儿又是从何而来呢 然而这一切都要回顾到六年前 我举行婚礼的前一天 我骑摩托车去买东西去了 然后跟一辆摩托车创 然后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 住院有半年多 期间我前女朋友就没有来看过我两次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然后我就问我妈 我妈说是她要养胎 要生孩子 所以就没有来看我 然后等我出院之后 我就发现她跟别人走了 孩子也给我留下 六年前的小苗跟前女友结婚的前几天 发生了不幸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车祸 导致前女友气得而去 留下了一个还没满月的孩子 就跟别人跑了 事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六年 女儿也已经六岁 就在前一年 小苗认识了现在的女友小青 为了和女友长久相处 不得已向女友隐瞒了这件事 正是因此 才有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的问题是 事情已经发生 只能去面对 关于两人能不能继续在一起 小青的想法至关重要 我俩现在条件也不算太好 然后还租了一个小房子 她又有一个女儿 每个月挣的那点钱 她都拿回去养她女儿了 就是觉得在经济条件上面 会有压力 对 还有别的吗 我不知道我以后 要不要跟她生自己的小孩 突如其来的女儿 打破了小青人生的规划 如果继续和男友在一起 必定会很艰难 同时也会面临着诸多问题 所以到底应不应该 把这段感情继续下去 对小青来说很迷茫 当然我们对小青 也是非常同情和理解 毕竟一个未婚的女生 要承受这么多 属实不应该 那么对于这件事 小苗又是如何看待呢 你们要如果结婚了 女生不分手 还在一起 还要自己的孩子吗 肯定要的 我相信以后通过我的努力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美好的未来的 可是就算生下来了 我们拿什么养活他 两个小孩的负担 能承受得起吗 我知道现在承受不起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肯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现在你说什么 我都不相信你 把我当一个傻子一样 骗了我那么久 而且别人家逛街的时候 我却只能在家给他带孩子 别人家吃大餐的时候 我却只能在家给他做饭 虽说小苗向女友承诺 要担起责任 但此时的女友 已经对他失望至极 同时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 小青也是满腹怨气 年纪轻轻的凭什么 就要在家带一个 不属于自己的小孩 凭什么男友犯下的 错要自己来承担 所有的一切 对小青来说 都是那么的不公平 所以这一切 都要看男生小苗的态度了 接下来主持人 让小苗做出了一个 非常艰难的抉择 在女儿和这个 现在女朋友之间 请你做一个选择 你是要女儿还是要她 我不知道 好 她这个回答怎么会让你哭呢 我觉得她会选我 一面是自己所爱的人 一面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这种选择 对于小苗来说 却是有些难为 只能用不知道 来概括这个决定 但这个回答却不是 女友想要的答案 那么是以至此 两人到底应不应该 继续走下去呢 接下来 涂老师对此做出了解答 从根本上来说 确实造成了七天 但是它有一种方式 让人不可接受 就是它选择 让孩子先接触你 等你们之间有了感情 再让你不得已而接受 这一点不可以接受 别人可以同情 但别人没有义务 一定要接受 但你却利用这样的方式 强迫让别人接受 对女儿不公平 对别人同样不公平 涂老师首先批评了男生 用一种不可接受的欺骗方式 在利用女生的同情 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也是对别人的不公平 换句话说 男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从开始就应该向女友坦白 至于接不接受 那是人家的权利 所以说这种自私的做法 让涂老师有一些气氛 接下来再听听涂老师 对女生有何看法 你有你选择的权利 你选择留下 我们可能会赞美你 你选择离开 那是你十足的权利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你万万不该 把一个六岁的女孩 和你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让她去选择 你把女孩置于何地 你要是心疼她 你要觉得可以接受 你就留下来好好的疼她 如果你不可以 但是你也带着同情心离开 这是我的介面 从事件上来论 女生没有任何过错 对于怎么选择 那是女生应有的权利 如果选择留下 我相信所有人 都会赞美你的做法 如果选择离开 也不会有人去责怪你 因为这件事 本身就不是你的错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 不仅仅只有选择这么简单 而是看她能不能接受 这个现实 而想要接受 这个现实 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爱 因为只有爱 才能包容一切 那么事已至此 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我也说句实在话 她出来的时候 我由衷地替你们俩感到高兴 虽然你们的将来是怎样 我还不能与此 但是我也由衷地替你们感到高兴 你看同样是一个 对于孩子的选择 亲生母亲选择了不问不问 你选择了勇敢面对 所以我只想说 对于愚蠢的人来说 可以把幸福变成不幸福 对于智者来说 可以把不幸变成幸运 谢谢老师 女生的选择令所有人感到敬佩 同时也得到了图老师的赞美 不得不说 男生是幸运的 能找到这样一个爱自己的人 属实不易 希望男生今后能为这个女人 做出的选择负起责任 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 与此同时也希望女生 能善待这个可怜的女孩 最后祝愿她们能幸福地度过一生 白头偕老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 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